HELLO 大家好,我是Samson,欢迎来到Tekicadia 9月的时候我就拍了一条开学必买的iPad配件 里面就跟大家讲过我非常推荐iPad去用Logitech的Folio Touch 和Folio的Keyboard Logitech看完那条影片就跟我说 我们出了一只新东西,不如给你试一下 让你试玩一下,看看有什么分别,看看你喜不喜欢 那只新东西就是Logitech的Combo Touch 比起Folio Touch再进一代 专设计给iPad Pro 11吋,第一,第二,第三代去用 价钱去到$1548,比起Folio Touch贵了$150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有Folio Touch,有Combo Touch,什么Touch 都不知道自己应该买哪一只Smart Keyboard去给iPad用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看看这两个系列的Smart Keyboard 究竟有什么分别 还有如果你是买的话,应该要选哪一个 他们就纯粹寄了这只Keyboard 给我和我妹妹试一下用 不过这条影片就不是Logitech的贊助 而是第二间公司,那我们先看看是哪一间公司贊助 究竟这个世界有没有只一只手指加个App 就可以控制全屋的电器 热死辣辣的时候,冷气懂得自己开 冷的话,他又懂得把温度调高 出了街,不用怕不记得关灯 回到家,那些灯又会懂自己开 爸爸妈妈没有关火 或者有贊想偷偷地进屋 都会有手机通知 算了,这个世界哪会有这么正的东西呢? 有!Linco IoT一系列的智能家居感应系统 帮你侦测环境温度濕度 动态、烟雾、煤气、水位、门窗开关等数据 再打开手机下载Linco IoT App 将智能产品加进去 就可以设置不同的智能场景 轻松做到保安提示 家居安全、自动开关、遥拒操作等不同的功能 还可以配合Google Assistant和Alexa一起去用 但指之间,创造无限可能 Linco本身都做开本地智能家居方案 就像刚刚说过的Linco IoT 如果大家买回去不适用 都有专业的技术支援 他们有不同的bundle set给大家选 用我的code还有九折优惠 他们的网店还有很多其他智能家居和电子产品 如果想买东西就随时上去看看 詳情留意 description box 我手上这两款Combo Touch和Folio Touch 两款都是支援iPad Pro 11吋 Folio Touch只是支援第一代和第二代 相信因为它推出的时候第三代未推出 但另外它也有iPad Air第四代专用的版本 iPad Air 4专用和iPad Pro专用的版本 大致上基本上一模一样 只是因为iPad Pro相机的cutout位是一个正方形 而iPad Air 4的相机cutout位是小一点的 所以殼就会有不同 我左手这一款就是Folio Touch 而右手这一款就是Combo Touch 首先讲讲它们两款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它们外面用的颜色和物料都非常相似 都是一种类似尼龙布料的保护外壳 拿上手都舒服的 而且容易清理 一个黑灰色的设计 简约得来又挺专业的 还有Combo Touch和Folio Touch 同时它也是一个保护外壳 在四边除了贴Apple Pencil的位置之外 都是有橡胶的包边 而且都是挺厚的 还有边边位都会有点凸起 去保护屏幕 旁边位就会有音量上下加减的按针 和Unlock iPad的按针 其实Combo Touch和Folio Touch上的 case 都非常相似 只是Combo Touch拿上手就好像是薄一点 拿上手都会轻型一点 而且Folio Touch和Combo Touch 都是用到Apple的Smart Connector 去连接键盒 所以键盒是不需要充电 也不需要用蓝牙去连接 只要一安装好键盒 就立即可以用 而且有即时的反应 还有为什么叫做Touch 就是因为两个 Folio Touch和Combo Touch 都有一个trackpad在上面 可以用这个trackpad 去做一个滑鼠的输入 所以我先说 令到iPad 加上iPadOS 整个使用体验上 是越来越像一部手提电脑 不过 不过Combo Touch 这个新的trackpad 是非常多 我稍后再讲多一点 接着可以讲一下 新的Combo Touch 有什么改善了 还有有什么不同 和Folio Touch 其实Folio Touch和Combo Touch 都是一个kickstand 可以打开 就会站起iPad 但是现在Combo Touch 可以再fold 后一点 可以再向后fold多一点 你看到接近180度 即是差不多 分屏部机 官网就写50度 大家刚才应该留意到 就是Combo Touch的keyboard 是可以拆出来的 不像Folio Touch 键盘是连着Folio Touch 拆不出来 到你写东西 你一不就把它反到后面 然后躺下键盘去写 又或者 就要叮叮叮叮叮叮 阻住 所以这个是Combo Touch 一个非常吸引的位置 就是因为键盘也是用 Smart Connector 去连接iPad本身 也是用磁力去吸附的 这样一下就把键盘连起来 其实这样也是不会脱的 还有当你不用的时候 一下拆就拆了键盘 就可以随手拿着iPad去用 非常之方便 这个也是我以前的iPad Air 3 为什么我会买Combo Touch的原因 和Combo Touch的原本本身 在我一用之下 我就发现真的改善了很多 在Layout上 Combo Touch和Folio Touch是大致相同 有几个分别的 第一样东西就是方向键有不同了 左右键变成小 而且因为整个键盘都窄了一些 連同的Case都窄了一些 所以看到上面一些键 例如加减好这些都变窄了 在一个键盘Layout上 其实有点奇怪 可能一开始用的时候 不是那么方便 不是那么容易习惯到 但我想这些键也不常用 可能似乎不同人 真的需要用一会儿才习惯到 这两个键盘了 不过和之前Folio Touch一样 它也是保留了一行的 Multimedia多媒体功能 还有我非常喜欢的就是 Combo Touch和Folio Touch 都是有白色的LED背光的 可以较光的 这个功能在一个iPad的键盘上都有 就非常之好 而在打字手感上 这个真的是超级明显的升级 因为之前Folio Touch的键盘 它其实都绝对不是差的了 如果你用来比较Apple自己的Smart Keyboard 它实际上是很好 但是都是有少少mushy 就是它又不是线性 它的段落感又不是很足够 而Combo Touch的新的键盘 就是一个非常显著的段落感 和建成也足够的 打下手感比之前好很多 我觉得感觉像一个相当不错的 Laptop Keyboard 又或者是越来越接近Apple的Magic Keyboard 那个感觉 所以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的 不过要留意就是iPadOS 15里面 平时我们用来转换键盘 那个地球的键盘 它现在不成功了 如果你要转键盘 由广东话或者由促成转去英文的话 你就要按这个Capt Lock键 还有一样很大的升级 就是Track Pad 我们比较的Size Combo Touch大了很多 由斜角4.5吋升级到5吋的大小 在Area面积上是大了20% 对于常用Track Pad的人 这个一定是非常受欢迎的升级 Track Pad的表面都依然是非常顺滑 以及Tracking都是准确的 而且还有一个大升级 就是现在这个Track Pad 在整个Track Pad所有的位置都可以按下去 相比之前Folio Touch 是只要下半部分的Track Pad才可以按下去 上半部分是怎么按都不动的 所以用了Combo Touch的Track Pad 就好用很多 以及依然支援不同的Gesture 两只手指三只手指的Gesture 都可以做到 其实相信大家听完我讲讲 都知道应该选哪一款的Smart Keyboard 还有放上Case上面之后 这个Combo Touch的Keyboard 加iPad整个东西 其实是比起之前的Folio Touch 是没有那么大一构的 窄了一点 还有薄了一点 还有Keyboard本身也有持力 所以都要用一些力 才能打开这个Keyboard 那就不怕逛逛逛 或者就这样拿的时候 它会突然反出来 Keyboard 还有比起Folio Touch的感觉 都是专业一点 Fashion一点 我自己觉得 这些是见仁见智的 但是Folio Touch本身 就有这个Tab 这里有一个磁力的叶 就可以扣住Keyboard 还有可以把Apple Pencil收进去 那就不怕掉了Apple Pencil 不过在Combo Touch 它就没有了这一块叶 弄走了这个Features 可能看起来是专业一点 但是呢 就跟Magic Keyboard一样 它只可以在一旁 就这样 黏着iPad Pencil上去 那当你放进袋子的时候 就更加容易跌了 或者你这样拿着的时候 就多一个风险 会有机会跌下来 虽然它都黏得实的 所以我不会说这个Dule Breaker 但是始终 如果买Combo Touch 就要小心一点 不要不见到Apple Pencil 和小心保护那边位 好了 总括来说 如果你买了iPad Air 或者买了iPad Pro 你想要一个好用的Smart Keyboard的话 那Magic Keyboard 当然是最好的 但是也是最贵$2500 而在中间价位的 这个Combo Touch 我就觉得是绝对值得买的 和对比起之前出的 便宜一点的Folio Touch 也都有很明显 在各方面的升级 最重要就是可以拆走 Keyboard来用 在使用iPad上 写东西画图 各样各样都方便非常多 我自己是很喜欢的 就是这样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都会放回 Logitech的Combo Touch 和Folio Touch的链接下面 不过我建议你 买Combo Touch 给多$100 希望这条片有用 和多谢Link CodeIoT 赞助了这条片的一部分 如果你喜欢这条片 或者觉得这条片有用 就给个like我 和在留言里告诉我 你会选哪个Keyboard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和按一下小链 你还可以follow我Facebook Instagram和MiV专页 那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